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体不足 而且资源的配置也是不平衡 刚才我已经说了 一老一小的疫苗接种力 总体上还不够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 如果采取一病毒共成的 这种所谓的躺平的策略 那么医疗卫生资源 将会面临着 严重挤兑的风险 大量的起属病患者 老年人 儿童 用户 等人群的身体健康 将会受到威胁 同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会产生严重的冲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坚持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坚持我们的吃力和措施的不动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